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欢迎收看世界越来越卢 我们先给大家拜个年 我祝福大家虎虎生风 万事如意 恭喜恭喜 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同样给大家 准备了很扎实的课程 难得邀请到介大使 来给大家上课 两题都跟介大使的强项 外交国际有关 今天第一题我们先来轻松一点 但是对我们来讲轻松 对当事人来讲可能不轻松 我们来谈一下之前所发生的 英国的派对门派对 我们知道西方老外很爱开派对 介大使在国外那么多年 应该也参加了不少正式的 非正式的派对 轻松的部分我们稍后再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英国的派对门发酵 这个Johnson大概没有想到 就办几场派对有这么严重 就开趴开出了一个政治危机 现在可以说是他生涯当中 很大的危机在于党都逼他要下台 英国最新的民调也显示 大概有超过六成三的民众 认为他就是应该要下台 那么在于党逼此 连他的盟友也警告说 不应该再拖了 但是看起来他意愿上是不太愿意 那为什么开发会这么严重呢 主要就是在去年封城期间 大家知道那时候 英国的疫情多严重啊 整个医疗大崩坏 最后Johnson自己也中了 他差点丢了一命 他刚开始还不当回事 说要佛系防疫啊 什么群体免疫 后来一直到自己中了 差点丢掉一命之后 才知道事情严重性 才开始进行封城等等 那个时候英国的这个封城的措施 也进行了很严格 包括有些规定啊 不能几个人群聚啊 然后没事要待在家等等 但就在这个时间点 没想到在唐宁街 Johnson的办公室里面 party大开特开啊 不止一场好多场啊 帮他算算圣诞趴一定要的嘛 还有什么花园趴 还有离职趴 还有什么有奖征达趴 几乎每天都在趴 然后最离谱的这场就是在 英国女王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前一天 还在照样开趴不悟 所以他是开趴成性嘛 Johnson本来就是一个 应该来讲非传统性的政客 他的作风行事风格 本来就一直都有争议 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也没有很诚恳的对待 看事情一直延烧 他最后才道歉 大家想说开这场party 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对啊 而且他还怪他的属下 他说他没有告告我不能趴 不能开啊 或者说没有告诉我这个后果 不过这个反映一个西方国家 从上面到下面 从这个政府的最高层 到一般民众 对这个防疫的这种心态 掉以轻心 就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就是说 在这种群体免疫 到这个清零中间 所以他们举气不定 也造成自己严重损失 最后赔上自己的政治 付出很高政治代价 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心态反应 因为除了他之外 事实上因为自己下命令说要封城 要别人这个做那个做 然后呢自己不遵守的 其实巴尔乡省也不是唯一一例 对我们最后来谈 当然这个最早被爆料的事 其实是在2020年的12月 那个时候呢 英国开始逐步封紧 他的这个防疫措施 几乎全国都是封城的一个状态 那除了工作必要之外 基本上是禁止外出的 但那个时候呢 这个他的首相官邸 就办了第一场就是圣诞趴 因为是在这个年底 2020年年底 那刚开始大家觉得 一场尤其圣诞节 因西方人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时候觉得虽然有点过分了 这个舆论也踏乏 但我觉得以这个国际新闻来讲 大家没有太那么那么的重视 想到说之后野火燎原 会跟他的政治危机有关 但是后来发现不止啊 2020年时间往前推 5月20日 唐宁街就有个什么 社交距离饮酒花园酒会 花园趴还要什么社交距离饮酒 就是想方设法找着明目 然后2020年的11月3号 也是一个私人的花园party 然后没多久 十几天后11月27号 又离职员工告别趴 然后12月15号 又来个有奖征达趴 然后到了隔年2021年的4月16号 又来了两场party 那这两场party最惹人怨的是 因为他隔天就是菲利普亲王的葬礼 对 那这个时机点 Johnson怎么解释呢 所以当然这个很多民众就觉得 这是只准州官开趴 不准百姓见面 百姓苦哈哈出个门都不行 但是你可以开party 而且开到隔天就是等于是说 举国是一个丧礼女王的菲利普亲王的这个丧礼 你前一天好歹收敛一点吧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就象征着 英国的民族已经比较腐败了 就是说他们喜欢讲一句话 就是比较虚伪一点 他心情里面 可能他需要的是那种放松 他真正想 你说那些仪式很多的 或者说传统很多的 其实在那个地方的人 那种生活的压力很大 也就是说传统跟历史是很大的包袱 像英国这么古老的国家 传统跟仪式 我想是他们生活很大一部分 那也跟他们的 跟他的内心我觉得有冲突 所以其实他办这些party 应该都是他下面年轻人要办的 可是最后也被他们 可是他有趣啊 你看2020年5月那场花园party 江浅曾经在场他待了25分钟 然后他事后解释是 他原来那些人在谈工作 当然这个听起来有点牵强了 然后2020年11月27号那场 离职趴他也有去 他不但去他还上台发言 所以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后来12月的party 唐宁街一开始还否认 还不承认这个party出来 所以但是这几场 他一开始他都没有道歉 也就是说他不认为 这有什么不对吗 他是先否定啊 可是问题这个是他内部 自己抖出来的 他被自己人给出卖了 所以他也百口莫辩嘛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可以了解 他下面年轻人的心情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种 比较中层的这些 中间层的官员 那时候我们在华府 我们有一个很好场地 叫双向远 你有这么好的场地 双向远我去过 那时候胡志强大使在的时候 我去美国去采访他 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双向远 所以那时候我们那场访问 是在大草坪上 放了两张椅子 拍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那个双向远你知道 在华府叫私人宅地的第二大 第一大是白宫 第二大就是双向远 8.5个英亩大 然后那个又是个古迹 比好又整修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常在那边办parti的时候 那时候年轻的starts就说 我们跟这个国会议员的助理 如果能够在里面办一个parti 他们会很高兴 这样子我们之间关系 常常反应 那时候我是组长 后来我也跟上面反应 他说好吧 开一次吧 年轻人到底就疯了 我们又找了一个 很好的爵士乐队 然后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 饮料 点心 都是没有限制 因为我们是负责做这种外交工作 然后那个场地 一般人大门深锁 他连房子都看不到 我们的门在外面 那在欧美社会来讲 是有一点贵族气息 那所以有那个场地 很多人就很喜欢用那个场地 那比较头痛是上面的人觉得 这个场地要不要这样子开放 那可是我觉得唐宁街10号 也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以我问一下这个杰老师 就是说其实开趴 当然如果说只是想说 只是嗨一下玩一下 可能也没那么单纯 特别是我们看到 在首相官邸或在双向元 这种开趴有点 很强的一个社交功能 那双向元就是他有点 这个外交功能 那在这种party当中 拉近距离比一般来讲 要容易多了 是吗 太重要了 所以做生意 我们中国人讲做生意 比较做 叫谈生意 对 其实外交也是谈出来 所有关系都谈出来 那你说在办公室里面 大家都正经为座 很多事情反而不好谈 那有时候就在那个酒憨日 拉近关系以后 那么就很多事就好谈 或者临时没有事 可是关系先建立以后 就很容易 那所以就说这种社交的场合 其实是我觉得在社会上 就说人脉人脉 是最容易建立人脉的 不仅我们东方社会如此 你会你对西方社会 你发觉他们更重视这个 所以像华府 那个国会大楼周边 一条两条路 全部都是高级餐馆 你就看进出的 不是这种游说的 就是国会议员 就是这些政治政党的代表 他就川流不息 所以就说其实我们传统说 这些酒肉朋友不要交 可是酒肉朋友在这些 在这些实际的这些 不管政治运作 或者说是这个 政治生意台来讲 他有他的必要性 所以我就其实我觉得 进出唐宁街的 这些年轻的这些幕僚 都是对政治有野心的 对而且当然这个江森来讲 就是他们英国也有这个选举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选举当中 大家知道人脉很重要 特别是年轻人很重要 大家都希望年轻人的选票 那就像介大使讲 你如果说把年轻人 交到办公室 跟他讲你的理念 他可能不想听 但是在这个酒憨而热当中 大家聊一聊 就觉得关系清静不少 我就会认同你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看 也许从江森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觉得这些派对呢 你们可能不要想到 都是只是在玩而已 因为他有一些他的一些功能存在 政治功能 所以他才讲说 那场派对我以为他们在谈工作 所以显然在派对当中 遇工作娱乐 应该是这个西方政治的一环吧 我们东方人比较少看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 又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很有意思 就是说因为在野党一直逼他要请辞 他刚开始不肯 然后很有趣他在国会 被一个自由党的党魁 也在逼宫的时候 他脱口而出讲出中文 说你好认识你很高兴 这是什么跟什么 这是 突然之间是什么操作 就是江森风格 他本来就很无厘头 你看他头发都从来没梳化过 所以他就是以这种风格 有这种无厘头 而且他是在政治上是很狡猾的一个角色 那么有人说在川普时候他就是小川普 他就学川普的风格 那不可否认的话 就是说共和这个英国的保守党 在他领导之下 事实上是有过一段这个掌权 然后很大的一个多数 在国会引起一个很大的多数 所以他事实上有他的一套 也知道怎么样 转移助力轻松的方式 另外又博得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性格怪异 可是也是一个精算师 算得很准 就是他突然讲出中文 让英国人也愣了一下 到底这是什么操作 当然没错啦 成功的转移焦点 所以后来那一天 我们看到大家都在讨论 说为什么会讲中文 就很有意思 然后好像就忘了这个开发 当然这个对英国人来讲 这个风暴烧得很大 对在野党来讲也是个好机会 所以大概是也很难放过他 但是我还是再想请教一下 这个介老师你怎么看 特别是唐宁基后来发的声明 向女王传达歉一样 女王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女王大概只会摇头吧 就是说他也不见得很喜欢 这个王尔江省这种风格的 他是一种现在这种各国政坛 都有一种反传统的倾向 网瑞斯不是一个传统的 英国式的这种 还有像杜特蒂菲律宾的 那所以我想女王碰到她 也没有办法 那女王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也见得太多了 那所以我想她不会讲什么 不过英国王室有一点 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 应该给各国王室做一个 甚至各国的这些高层 做一个示范 他自己的儿子出现了这些 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王室跟他划清界限 这一点你不得不不觉得 今天大英国协 他基本上还是有些底线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 他还是不能接受 那就是说最怕就是说 一个政治家族 或者一个政治集团没有底线 那英国王室这次展现了 政治道德的底线 这一点还是我觉得 赢得不少尊重 对 他也是个示范 没有寻思等包庇等等之类 但是这个杨森也不孤单 因为同样喜欢开part 还有这个芬兰的总理 芬兰总理大家知道 非常非常年轻 他上任的时候才34岁吧 34岁 长得也很漂亮 迁徙世代的新领袖 那时候他刚刚上任的时候 确实在全世界掀起了 一阵旋风 但是他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接触到内阁里面 染疫的确诊者 所以他就要被匡列 那被匡列当然很清楚 就是居家隔离 尽量不要去接触别人 但是他也是不甩 他一样出去狂欢 那当然芬兰也有狗仔队 所以拍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整个过程当中 他不但去购物 他去买东西 他去超市里面 然后另外他晚上 还跟丈夫一起去夜店狂欢 而且还跳舞 跳舞还脱下口罩 然后一路玩 玩到了清晨四点才回家 当然这个民情不同 我想台湾政治人物 大概很少这样大啦啦的 会到夜店里面去 当然夜店里面有很多 他的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包场不知道 反正就是玩得很开心 但是因为照片拍得很清楚 就是没有戴口罩 而且你根本不应该出门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闹得很大 所以到底多爱开趴 其实他三四岁当总理 现在有三十六岁 那其实算是一个年轻人 算很年轻的 就是说大概精力还是很旺盛 然后他的风格 本来就是反传统 那当然芬兰人 其实最喜欢是做三温暖 他们家里面都有三温暖 那喜欢这种群聚的活动 那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极冷 非常非常冷 所以就是说跟三棚好友聚在一起 大家互相取暖 跳个舞喝个酒 我觉得是他们的民族性格一部分 不过芬兰这个国家 我稍微有一点了解 就是这个国家 其实他一直有他很大的进取心 他认为芬兰这个国家 应该在世界上有一定的角色 也就是说他们这种国家的 这种策略就变成 叫做Niche Champion 意思就是说他在某一个地方上 他是世界第一名 那芬兰想做什么世界第一名 芬兰想做人权的第一名 所以这个国家就变成就是说 这位女性总理 她也是在人权上面 会有特殊表现 也就是说她对性格的 就是性别的平权 她非常重视 她曾经她政府的 主要的那个全部是女性 然后她本身又年轻 她打破好多个传统 第一个她是非常平民的 不是政治家族的 然后她家庭背景很特别 然后女性 然后这个强调人权 就正好符合芬兰这种 整个国家的一种政治期望 希望在国际社会 主要让人家知道 还有芬兰国家嘛 所以她这个三四岁女性 事实上替芬兰这个国家 在国际上 赢取了一些关注的眼光 其实在此之前 我们看到台湾很多媒体 深入媒体 都到芬兰去取经 有没有 她的教育等等 那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专题报道 让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向往 确实我们看到芬兰位在这个北欧 但是她的疫情在 以这个世界来讲算是轻微的 但是在她当时这个去跳舞 被拍到的那个当下 对芬兰相对来讲算是严重的 大概一天有一两千人确诊左右 那这个过程当中 也使得她遭到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杀伤力 尤其这个照片我们看到狗仔队不知道 是不是取留了什么讯息 拍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每一幕跳舞动态影态 然后她把它卖给了这个八卦杂志 所以就变成一个这个连续剧班的 其实很像台湾的这个八卦杂志的 操作方式 那这个部分 您觉得跟这个Johnson的事情 放在一起来看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台湾的话 也不得了 也就是一个下台危机了 恐怕台湾的炮火会更加猛烈 我想台湾人更不能接受 对 她后来出来道歉了 对 她也有她的借口 她说事实上她的幕僚 当时就是因为她们的这个 一个阁员已经被感染了 就有通知她们 可是那时候给她的那个行为规范 并没有说你不能出去 可是呢 之后呢 后来她们得到进一步的讯息说 你是不能到公共场所的 那可是呢 这位总理很性格 她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她的手机 她把手机放在那 她不想被手机控制 所以她事实上是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她那个行为的话 事实上也证明了 可是芬兰法律 法律规定她是24小时必须攜带 必须开机 所以她等于是这个总理 这个失联了大半天 这也算是个政治危机吧 就是从法律观点 她错就错在这一点 她不带手机 可是她不是明知故犯 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出去 你就还是要出去 然后不戴口罩在那边在群聚 所以这一点的话 她的最法律上角度最稍轻一点 另外一方面她的声望算不错 在受欢迎的程度算不错 虽然她没有一个强烈的政党支持 这很不容易 她本身就是个联合政府 那么联合政府在妥协之下 做这个总理出了这件事 就是还可以度过就表示 她事实上的政治的 在声望算是不错的 那也就是说我觉得回过头来 就是说可能现在在欧美的政治界 有一点像我们台湾说很讨厌 什么老男男这种观念 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有一种 在一种在欧美国家 他们很讨厌那种老的 传统性格的男性政治人 这就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趋势 是没有错 就希望能够早点世代交替 但你看到这位芬兰林总理 很有意思 他是礼拜六出门 礼拜六狂欢 狂欢到清晨四点钟 星期间的清晨四点钟才回家 然后他又没带手机 回到家可能也很累 所以他一直到星期天的上午 他才看到什么紧急隔离通知等等 然后一群人都快封了 他的整个内阁都快封了 那我觉得从江森谈到这个芬兰 我就请教一下介大使 我觉得这也显示东西方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 初始在东方人 特别是我觉得台湾人好像 并没有那么喜欢开趴 当然我们有我们东方市 台湾市的家族聚会 比方说春节期间 那当然今年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这个聚会还是减少 一般的正常时间来讲 确实小时候比较频繁 比方说小时候我们住眷村 那一定是挨家后拜年 小孩去拿红包 很开心 然后就是串门子 走亲戚 但现在因为高楼大厦 这个邻里之间是完全不认识的 但是走亲戚还是要的 尤其要回老家 那我们的所谓的春节趴 就是打麻将 磕瓜子 看电视 然后一起包水饺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那您在国外那么长的时间 您比较一下 这个美国趴 我不知道美国趴 英国趴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其他世界各国 有没有些些微的不同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跟中国人比 都比较喜欢去party 而且他们把这个所谓的社交生活 放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高度 然后这些社交除了他这种 抒发这种各心情 另外一个也是他跟外界接触的 很重要一个媒介 但我问一下这个志老师 因为我听到我很多很多朋友 包括年轻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有些 陌生的party聚会去了 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就是我们感觉上 就好像不像西方人 那么擅长社交 他们藉此可以扩展 自己的触及圈 认识很多新朋友 但对台湾人来讲 我觉得好像感觉上 你有聚会 你会先问一下聚会人是谁去 认不认识等等 这台湾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 擅长在这方面是不是 对 文化不同 你像英国它每个社区 有个叫public place 就叫pub 那个public place 其实是全家人去的 你要去社交 甚至它有一些这些 等于说我们社区中心 还有一些活动 都喜欢去那个地方 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 其实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的pub在夜市 我们是在夜市 那他们为什么喜欢在室内 为什么在室内 因为他们是比较冷的 像芬兰搞到四点 其实芬兰常常昼夜不分 它到了冬天就永夜 白天的时候永昼 所以他们这个时间观念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跟我们会不太一样 反正下午就黑了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每一个不同民族 其实人性是大家都喜欢 跟有群性在里面 那这个群性就是说 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第一个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这种pub 像英国一个社区就盖一个pub 很漂亮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社交 party 这种是从小就培养的 从小就是爸妈 就一起带着去 他们有各式各样 新生儿的入学趴 各式各样趴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介老师 你过去担任这个外交官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你自己也曾经担任很多 party的主人 那担任party的主人要注意什么 就是说看哪一种 不过基本上 你比如说像在欧美的话 基本上你要约的话 你要决定的话 那两个礼拜就要定好 你如果说这个party 你一个礼拜之前才约他的话 那是一种不太尊重 所以你可能他们都要 事先约可能两个礼拜 有些地方可能要一个月 就约人家的时间 他们都把这个生活很规律 你办的party 都有一些工作的性质 工作的任务 都带着一些少许的任务 基本上都是做拉近关系 而且因为我们的工作更难 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邦交 所以法律上 他们有一定要跟你互动的义务 如果你正式有邦交 我今天大使馆 我要跟谁互动 别人就说没有顾虑 可是因为我们的地位身份 比较敏感一点 那你要在公共的场合 就是他的办公室或你的办公室 跟他来见面 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 比较中理的 然后先认识 然后互相的先交朋友 所以我们是用本能的方式在做 但当个这种party主人 又带着任务 应该蛮辛苦的吧 就是说那是工作的一部分 就是说其实外交工作跟当地人筹做好 那是工作一部分 我们还有交际费 我们还有制装费 然后我们还有 我们每个同仁 大概都有交际的概念 我们交际费 像我以前做主管的时候 我就说你怎么都不去交际 会赶出去 没有花交际费 也还要稍微关照一下 我以前政治组号我的同仁 他白天最好不要让我碰到 他就说你工作不在办公室 你在外面 你晚上回来你写个电报 告诉我你今天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事 然后可以报到台北去的 那所以他们都白天 都不敢待在办公室 所以就说这个参加party 跟学习如何参加party 或是如何办好主人 这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 那您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参加过拿几场party 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些party 有其实我在欧洲 欧洲那个社会 其实是很多规矩的 我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是不是馆长 我帮馆长安排一个活动 那在欧洲的话 那馆长就说 他就说那你来决定菜单 酒单 那当然菜单我们就让同仁 就 可是酒单我就拿来看 酒单有学问 同仁看 哇 这个今天部长级的 难得 部长级上就点了一个 法国五大酒庄的酒 虽然很贵的 就点了 点了以后 那个餐厅本来就是顶级的餐厅 在欧洲就顶级了 然后又点了那么一个酒 就发觉那整个气氛变了 气氛整个waiter上就发觉不对 就把他们的心理状态提高规格 我就看 最后那个酒要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有个车子推出来 然后那推车还带个白手套 推出来 就放在那边 然后呢就开始要行酒倒出来 可是他整个过程都让客人看到 可是他也没有揭晓到底是什么 可是就看那个欧洲人的表情很有趣 他们也知道 这个主人今天有好酒要招待我们 气氛完全不一样 然后可是呢 没有一个人点破 就是说这些欧洲人也很 也很怎么讲呢 就是说很蛮虚伪的 他不想说你今天点这么好酒 他不会他都不动声色 可是每个人都不动声色 可是气氛就不一样了 然后在喝酒的时候 你就发觉每个人就很认真 在品那个味道 可是从这到来没有人跟人讲 你们今天点什么酒 你把这个气氛描述的 这个太有意思 我能够想象这也就是说 这一瓶好酒 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当然主人觉得很有面子 客人觉得自己很被尊重 非常被尊重 然后但是大家都在欧洲的环境 蛮压抑的 谁也不说破 不说破 如果是美国人我不知道 或是熟朋友就会说 哎呦他还不买手套啊 这个杰老师 你今天端什么酒出来 会 美国人会 是不是会问嘛 对 美国人会问 而且美国人喝酒 我从喝红酒 我从欧洲到美国以后 本来我们一大堆送礼的好酒 后来我说通通改成中家为 为什么 因为你送他一个很好的酒 对方不晓得 那甚至你吃饭的时候 开一个很好的酒 对方也没有感觉有差别 那你就说我今天 两百块钱的美金一瓶酒 跟我叫五十块美金一瓶 他后来的性价比是一样的 那我当然点五十块了 所以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可是欧洲人是从小喝酒 因为我们住在欧洲山 他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酒窖 他真的是从小 真的很懂 非常懂 而且这个酒 就是说要看场合 你今天一个普通场合 你开一个很贵酒 你客人会恐慌 也觉得奇怪 他会觉得你有什么所求吗 或者说你是什么目的吗 所以这个都要看状况 那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 我的大使叫我做那个决定 我就开一个最贵的酒以后 我看到它的效果 到之后我们跟这群人的 整个的互动关系 就是不太一样 就是不太一样 让它对大家都留下一个 比较好的印象 那光这个 所以就说餐厅吃饭点菜喝酒 缺问很大 对 很大 很大 那尤其在欧洲比较 因为你外交接触人都比较 比较 他们是比较很 很怎么讲 都是很注重这些 这些你互动的这些细节的 那所以就说很多细节 都是慢慢学的 然后欧洲人吃饭也是蛮 怎么讲呢 有的时候到大概晚上 一两点是正常的 对 吃好久吃了 吃得非常晚 而且你不能太 你的好的这个餐饮 可能到八点以后才能开心 你太早人家有点奇怪 所以每个地方入境问暑 不过在欧洲来讲的话 他们把吃饭当做 有一种仪式感 那么这个过程中 他们是有所期盼的 有所期待的 那我曾经约这个欧盟的官员 他真的跟我讲说 我们都两个礼拜约好 他说我很高兴你 你约我吃这个饭 我为了跟你吃这个饭 我已经买了两本书 先念完了 有关台湾 有过中国的 很重视 他很重视 然后他要跟你讨论 所以就是说英国人常常讲说 他们很喜欢 have a good fight 他另外还有一面 这是英国比较避暑的一方 他就have a good fight 他什么都喜欢跟人家打一场很漂亮的仗 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 have a good talk talk 对他来讲很重要 我以前看那个陈志凡散文 他到牛津剑桥 剑合倒影 他里面就讲在剑桥的一个传统 他每个礼拜都有一天 大家要穿得很正式的人 到餐厅去吃饭 所有的学生到餐厅到餐厅 吃饭是什么 他每天做的人不一样 那你今天旁边做一个学化学的 那边做一个学人类学的 你自己是学历史的 那可能他今天晚上说 我们今天来谈一个主题叫人 那化学的人就讲化学对人的看法 那么学社会的 从社会讲逆松 所以他们的good talk 不是漫谈对不对 是有主题 而且希望在对话的激荡当中 能够有一些 我们看到知识的一些火花等等 确实我有很多晚辈 也是在英国念书 事实上您刚才讲的那些 我觉得很小很小就开始培养 特别是非常重视服装 所以他们在学校当中的服装 也不马虎 很多场合当中 对服装极其讲究 这个其实他是有道理的 其实以前我们跟欧盟的 那时候的首席礼宾官吃饭 那他就讲他的礼宾观念 他说很多我们的首长不在乎 所以我没有用 他说你为什么搞得这么好 这个紧张稀那么严肃 他说其实你今天搞礼宾 他说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让今天被你接待客人 他感觉你被重视 另外因为你重视细节 人家这个客人也会觉得 你是本身的层次不一样 所以大的公司或者大的组织 像外交他都要礼宾 比如说你这个人到底 我谁去帮你接待 从楼上楼下门口带到哪里 到哪里然后再怎么样 整个一个过程很严谨 那他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种 很重要的一种 已经有很多的讯息在里面 他本身就有讯息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他们对衣服的衣着的要求 尤其欧洲人 欧洲人跟美国人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完全衣着取人 那他们的party 跟美国的party 他们的party 会不会就是也是 哇这样想起来 参加负担好大 其实美国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他也知道他没法跟欧洲比 所以他就一直强调什么 自由 在美国是诸法接空 美国是非常诸法接空 你今天party 你穿的短裤也没人说你 那你要在欧洲的话 如果场合你的服装不对的话 那是会 人家会很介意的 那所以完全不同的文化 要看地方 那美国人喝红酒 到他们那个酒店去看好 噼里啪啦都已经开了瓶的 然后每个人抓一个吸管 说你要哪一瓶 那就法国人来讲说 你这一群酒放在那边 你是在亵渎这些酒 对对对对 它完全不同文化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入境问署蛮有趣的 不过我觉得 以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 跟欧洲人比较接近 零一支邦 零一支邦 我们很讲究 以前我们这个衣冠文化 对不对 但是现在年轻人 比较接受美式文化 看美剧等等 你会发现 现在穿那个人字托 上街的好多好多 以前我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是晚上去 跟了商店买个东西 你都得要把衣服穿好 对对对 但是后来就发现很多 很多人晚上就穿个睡衣出来 买东西 很多年轻人现在是这样 就是美式文化 我想不在台湾受美式 全球都受 对 那大陆跟美国有很契合的地方 大国观念 大国心态 你真的你说以大陆这个大国 大国民大国的心态 跟欧洲人来往 你就觉得他们小里小气 什么都斤斤计较 所以有相同有不相同 这也蛮有趣的 好 今天第一集 我们给大家谈一下 这个Party文化 从Johnson谈到了 从英国谈到了芬兰 也谈到了这个 我们台湾 谈到了这个东方 东西方的比较 这个文化在Party上 展现无疑 非常有趣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看世界越来越卢 还在春节期间 也是跟大家问个好 祝福大家 新年好一切 心想事成 那么今天第二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022年 中美台的三边关系 说实话 对于台湾来讲 是在所有议题当中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所以我们请到了 这个介大使 我们今天稍微来预测一下 虎年是不是关虎斗 这个两强相争 这个台湾要怎么样 维持自己的最佳利益 比2022年的中美关系大预测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关于这个战略清晰 战略模糊 我们在去年节目中 讨论很多 从华府到这个北京 到我们台北都讨论很多 那最近呢 看到一些更些细微的一些发展 这个发展是往好发展 还是往坏发展呢 我们看到美国 不管讲到这个两岸关系 都会 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中政策 一中原则 这个感觉上是守得很紧 但是这个一中政策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质变呢 是不是有一些质变 什么是美国的一中政策 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好好谈一下 虎年到中美台 谁能够虎虎生风 当然对于台湾来讲 两岸关系如果处不好 我觉得虎虎生风的几率 是比较低 不要讲别的 光是经济 我们在这个凤梨世家 从凤梨到凤梨世家 到莲雾等等 真的是让台湾这个 我觉得其实是伤害是蛮大的 经济上的伤害也好 还有人民在认同上的伤害 包括发生了方方的事件等等 都会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情感 那当然我们讲到 这个台海政策的部分 拜登上任之后 他一度认为说 他会修正川普路线 但似乎看起来也没有 也没有 那今年我们看到 有两个比较大的事件 就是说在这个秋天之后 大陆有二十大 那美国有这个其中选举 当然这两个 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讲 是重中之重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说 至少在中美两大国的关系 应该就是所谓定调 各忙各的 斗而不破 就不会有太擦枪走火 太让大家跌破眼镜 我不知道这个观察 对不对 我稍后请教一下介老师 但是我看到一篇 美国之音的文章 看了也是有点担心 因为在美国内部呢 他们举行各式各样的 一些公听会 一些学术的讨论会等等 其实参与的层级 也都蛮高的 有一些是现任 有一些是退休的 退休过去也在 美国的政府部门当中 担任过一些很高的层级 都是跟两岸有关的 那我觉得他们的讨论 这个报道很长 讨论内容很多 但我注意到了一些 特别就是说一中政策 是不是发生了质变 这是美国目前 涉台涉华人士 讨论到最多的 而且他们的讨论 我就已经触及到了 能不能讲红线 或触及到了 我觉得让台湾人 很惊讶的一个部分 甚至认为说 美国拜登政府 现在是不是 采取的其实就是一个 一中一台的 准一中一台的一个政策 对 我是觉得就是说 很多事情 美国人其实也是 在做一件事就是说 他很多是能做不能说 他也是说法不变 做法在变 也就是王毅批评大陆 美国的两岸政策说 你在掏空一中政策 掏空在虚化它 在虚化它 那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问题 其实美国的政策 从来没变过 美国政策 从1945年开始 就没变过 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 国共开始内战 美国就是希望 中国能够分成两个 从来没变过 也就是说 当时共产党部队 要过疆的时候 那时候连俄罗斯 苏联的驻华大使 当时大使馆是放在南京 他承认的是 这个蒋中正的中华民国 所以苏联的驻华大使 还跟着国民政府 从南京撤岁到广州 可是美国大使没撤 美国大使叫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 那你中华民国政府 已经走都撤走 你留在港 他准备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共产党的政府来接触 因为当时毛泽东派黄华 黄华是四度雷登学生 是燕英大学毕业的 讲了一口流利的英文 那所以他要跟黄华接触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 是就已经希望 当时是希望什么 希望中国国共两党隔疆而知 中国一分为二最好 跟南北韩一样 一样一样 他你看制造很多分裂国家 那可是美国基本上 他所要希望的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一直到 就是蒋中正的中央政府 从广州签到台北 美国当时的杜鲁门总统 还发表一个白皮书 把所谓谁失去中国 把这个责任归给谁 对 归给蒋介石 然后呢 他对当时的台海政策 采取一个什么政策 叫尘埃落定政策 那基本上他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还在观望 可是韩战爆发以后 那美国对于台湾的 当时的中华民国 蒋中正率领中华民国 这个政府 就可以全力的支持 对 第七舰队就来了 所以基本上美国 你可以从1945年一直到今天 美国的所谓 不管是一中正 你取什么名字来讲 他就是一个不能统一的中国 对 这个季老师一开始就破题 把这个美国的本质 讲得很清楚 但当然这个表面上 或这个法理上 都还是言必称一中 所以我们看到在去年 不管这个民进党 跟这个美国之间 我们看到这个多好啊 什么民主峰会 制造很多很多 让民进党 就嗨起来的话题 但是最后 美国不管怎么讲 还是会牢牢实实的讲 这个一中政策 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 当然对外是这个讲法 美国内部 事实上很多人 不相信这个一中政策 所以事情怎么开始呢 事情是这个 美国的国防部的一个 助理部长 他在参加了一个 这个公听会的时候 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东西 开宗名义 他就讲 台湾安全对于美国 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节点 重要的一个 是这个美国同盟 还有伙伴网络的一个定谋 一开始就把这个东西 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就做了很多很多衍生 他这段话呢 引起了太多太多讨论 当然可能大家觉得 第一岛链 台湾本来就很重要 这个讨论很多次啊 但是在这个公听会当中 他开宗名义这样讲 接下来的隐身就是说 其实在美国的心目当中 台湾不可取代性 就是因为它的军事 它的地理上的位置 那假设一中 就是在统一的情况之下 和平统一也好 武统也好 不管什么样的统一 那台湾被中国大陆 收回去的话 那这个美国的重要的 所谓定谋也好 第一岛链的节点也好 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部分完全 不符合美国的价值 这个逻辑这样一路推演 所以我们看到 后来包括金融时报等等 都拿这个东西 都拿这段话去 做各式各样的衍生 然后做各式各样的衍生 一些质疑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看到 后面还包括 这个曾经担任过 美国情报官的 这一位 这个David Miller 那他也讲到 他说也是讲到 这个台湾是第一岛链 重要节点的这个部分 他就问了一个 关键的问题 问这个Campbell 他说呢 请问 我们是不是到现在 还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理论上 我们的一中 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 统一的一中 统一就一中 那统一的一中 美国可以接受吗 美国就是反对统一 美国从 我说1945年 开始反对中国统一 那一直到今天 我觉得他的 不管你怎么包装 基本的本质 就是反对统一 那他原来就是说 他的讲法 因为他看实力 这个以美国支撑的 这个台湾 中国没有实力拿下台湾 可是问题现在 这个情况在变 所以在他觉得 他有把握的时候 让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拿下台湾的时候 那么他就说 我是一中政策 然后呢 可是呢 他留一个底 就是说两岸 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分歧 也就是说 你如果动武的话 那我就不见得 遵守这些东西 所以他一直有一个伏笔 那可是他 他当时因为非常需要 中国大陆 跟他在冷战的那个后期 所以他所谓的认知 两岸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是认知 他不是承认 他到现在英文上 他还是在一个程度上 就是说 也就是说 一直有台湾未定论的 地位未定论 他都法律上 都留一个伏笔 那所以这个里面 他基本上 我认识他一中政策的本质 是反对统一的 那现在他只是做得更明一点而已 但这些 季老师你看 我刚刚讲说 在这些公听会当中 很多人提出敏感的问题 那这些人都是两岸通 但是大部分会提敏感问题 都是已经卸任的嘛 对对对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这位 David Miller 那他曾经担任过 美国的这个情报官 那现在呢 就可以说是在一个智库里面服务 那还有一位 他是奥巴马时代的这个 国务院的亚太助亲 Daniel Russell 那这个人呢 他也是在另外一场公听会当中 他直接问Solivan 那他也问得很直接 比刚刚那个更进一步 他请Solivan澄清一下 他说你不是在提供理由说 跟这个北 我们跟这个北京日益增加的 战略竞争 他要问的是 美国现在的政策 是不是要阻止任何情况之下的统一 所以当然了 刚刚这个Campbell也好 还有这个Solivan也好 他们在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当中 你去仔细看他的这个原文 他还是就是绕着弯子讲 甚至那个Campbell 就直接跟他讲 他说你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的敏感 就是你有很多很多敏感的元素 然后就把这个一中原则 什么六项保证 台湾关系法大概丢一下 大概就是官司的 大概念一下这样子 但是我想问的是说 美国内部有这么多 就是直接掀开了 因为之前感觉上 之前盖了一层沙 就是大家斗而不破 表面上我们都想一中 遵守一中原则 但是美国各方面 这些卸任的一些官员 搞情报的 就直接把这层沙拿出来 直接去直指核心 请问你赞不赞成 统一之下的一中 甚至美国是不是会阻止 任何情况的统一 任何情况就包括 武统美国会阻止 那合统呢 当然他们说 合统的几率是低的 但是如果是两岸 真的有一天和平统一 美国是不是也要千方百计的阻止 当然了 就会叫台独说 主张统一的都是叛国分子 那就要蔡英文执行 那美国是绝对是千方百计 要阻止两岸统一的 因为我们不讲说统一 以后对美国有什么改变 可是Kirk Campbell 为什么一直坚持说一中政策不能改 他讲过一次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如果我们今天明白的 把这个政策放弃了 或者说大陆对台用兵的话 美国会出兵协助 他说这对岛内的台独分子 主张台独的人是一种鼓励 他们会立刻宣布台独 然后呢到时候美国就丧失 对台海问题的主动性 那美国就是说被逼着要做一些决定 美国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认为这条 玩这条游戏这个线 英文叫做他后面在操纵的人 好像那个布偶一样 那个线是美国在操纵 可是他把这个政策 如果他放弃的话 他就不会被这个政策带着走 被台海的情势带着走 那所以这是他不愿意的 那并不是说他支持谁或反对谁 而是说他要掌握一个主动权 在这个模糊的政策 所谓的模糊的台海政策 美国是对美国有利的 到目前为止 可是这有一些很多事情 就是说他有一个拐点 我记得拐点就是说 就台湾这张牌 他本来就是要制衡中国的 制衡不管谁是中国的 今天在中国掌握政权 他都要制衡 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 他是对他一个潜在威胁 他有实力了 那他要用一个内政上 抓住你一个内部的一个矛盾 就永远咬着不放 乌龟政策 乌龟被他咬到 你就很难放 那他咬着你不放 那这个到目前为止 他还不希望 你们这个 他希望你是斗而不破 可是会不会有一天 美国的利益横算说 破了比较好 就是说到了最后关头了 他说那就让两岸去打一场相互毁灭的战争 那个时候美国算对我有利的话 美国就会这样做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的感觉美国是在渐渐失去 在两岸问题上面 他那个后面那个操纵的力量 他现在他已经觉得操纵力越来越弱 等他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会不会牺牲台湾 用台湾的这股力量把中国大陆 也造成重创中国大陆 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那是有这么可能 我认为不是完全没可能 这个可能看起来是 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是可执行的 而且对美国来讲代价是小的 我觉得总比他直接出兵阿富汗 这么多年付出来的代价要小得多 所以对美国来讲 用台湾去拖住美国CP值很高 另外还有一位他是 也曾经担任过 美国的CIA的亚洲情报官 Paul Hill 他也在这个国家利益的 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是说 他就从这些讯息 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讯息 他做了个结论 他认为 美国对台的政策 在微妙的转变当中 直变 所以他指议拜登政府 目前在采取的 叫做一中一台政策 一中一台台 台湾人再熟悉不过了 拜登政府当然不会承认 我们看到后面 拜登的官员等等 各式官员讲了很多很多 澄清的类似的这样的话 那他的判断点呢 主要就是我刚开始一讲的 也就是说 因为开宗民意就讲了嘛 台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就在于我们看到 一个地区安全的定谋 那如果是一个地区安全的定谋 它就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战略的核心价值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什么两岸的情感 两岸的统一 完全是抛诸脑后 完全完全不重要的 但我最后想问一下介大事 我觉得当然了 这是美国内部就是 政治上学术上 算是非常核心核心的 一个讨论 集核心也算是蛮小众的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 这个美国之音的这篇原文 它就直接 它的标题很清楚 就直接 讲得很露骨 对 讲得非常非常的露骨 就是说这个 美国的一中政策 到底是什么 写得非常非常长 有各方的谈话 大家有兴趣可以搜出来看一下 但我好奇的是 在这个节骨点 其实两岸关系已经够紧张了 2022刚开年没多久 那各方面的讨论 现在全部把它丢出来 有没有什么意图 这个其实就是 美国的中国政策大辩论 美国在过去几个关键点 它都有这个中国政策大辩论 那这次是一个开始 因为美中关系 就跟大陆讲的 最敏感的问题 就是台海问题 台湾问题 那要去触动美中 最敏感这个神经的话 就是台湾问题 所以在台湾问题里面的 正和动态 都是要跟中国大陆 做对抗摊牌 或者说合作 或者说共存 关键点 所谓的通关密码就是台海 就是台湾政策 这有一点点 美国放出这些讯息 在试水温的意味吗 我是觉得 他们现在有一种忧虑 就是台湾被统一的可能性 在物质上 在物质力量上来讲的话 已经天平倾向于大陆一边 而不是倾向于美国一端 大陆的军事能力的建构 超过美国预期太快了 我们就讲一种舰艇来讲 叫055 075 075叫两栖攻击舰 叫两栖攻击母舰 四万吨 大陆大概从第一树下水 到第三树下水 大概就一年多的时间 那最后它要多少 它要八树 有人说八树 有人说十二树 可是继续战 那这种攻击母舰 一个舰艇上 一千多名的这个海军陆战队 还有这个重装甲 因为它有气垫船 可以带重装甲 还有什么 还有攻击的直升母机 直升机 然后它的这个叫军力投放 这个力道非常强 然后大陆最近又有这个运20 运20 这几个都是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 中国人的军队 过去没有一个投放能力 几千年都没有 那叫传统的冷兵器不讲了 就是现代化的作战 中国是没有 中国军队是没有投放 那么也没有做境外作战的 这种投射能力 可是大陆现在非常强 非常快 那这个就会影响两岸之间的 军力的物质力量的快速倾斜 包括这次台湾还在讨论 因为过去都在讲说 如何防止抢摊登陆 但现在就是说 除了抢摊登陆之外 有另外一种选项 就是什么空降 当然那篇因为讲说 一次来800架直升机 我觉得这个感觉上 很有画面感 但我觉得可行性应该不太高 因为地面上的火网 对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了 这么多美国的 也要跟另外一个放在一起讲 就是苏起 苏起时代 我们看到是马英九 非常非常重要的幕僚 那它对于两岸关系 也非常娴熟 九二共事 其实它就是这个主要的起草人 那它有讲就是说 在这个今年秋天 大陆的二十大之后 会提出一个新时代的党 就是共产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案 方略 来解决台湾问题 那之前是讲什么统一 反毒 促统等等 但统一之后是什么样子 没有描述 但是现在统一之后的安排 是越来越清晰了 包括大陆国台办的 副主任刘军川就说 统一之后的所有财政收入 全部用在改善 台湾的民生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是它把一个统一后的安排 现在感觉上就是 各自要求定位 以前过去只是在做一些 政治性的一些 希望能够有谈判 那另外一个比较 比较一个台湾人 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未来可能是大陆 单方面一次处理台湾问题 就没有什么谈判了 两岸统一谈判 这个选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说过去 台湾人还是希望说 哪一天坐上和平的谈判桌上 过去孤王会谈 大家在新加坡的时候 商量着办 对 商量着办 各自去争取 尤其是台湾 争取自己的一个最大的权益 跟一些自由度等等 但是在苏吉的讲法 现在两岸谈判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部分 当然要在这个二十大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大陆有二十大 那美国有这个其中选举 所以在此之前呢 感觉上两岸还是稳稳的 但是之后呢 之后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再牵回 美国刚刚的话题 美国为什么不断地 在挑战这个一中 要把一中讲破 斗而不破 他要把一中讲到 一中其实就是不赞成统一 一中不但不赞成 还要阻止统一 不赞成跟阻止又是两回事 阻止是付诸行动的 所以是不是 美国也看到了这些 理解到了中国大陆 跟台湾之间 没有这个谈判的可行性 还有大陆统一的决心 所以他们必须也把事情 推到了最大的一个极致 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对 就是两岸局势越来越紧张 那么发生战争可能性 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 那所以美国现在 就加强武装台湾吧 就是把台湾让这样战争 用高昂的代价 来嚇阻战争爆发 不过就可惜了 这个战争会发生在台湾 所以就在破坏率最高的 就是台湾 所以从我们台湾人立场化 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说苏琪讲的这件事 我完全赞成他 我之前也有发觉这个现象 就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对 后统一时代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 其实这种统一 这种谈判就是强势谈判 不是说不能谈判 而就跟现在俄罗斯 跟美国谈这个 谈乌克兰一样 俄罗斯就把一个 谈判的一个草约 十几条已经拿出来了 对 那就是说本来这个谈判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text 我们谈判学专业叫text 一个书面的一个原则 或者细节 那双方都没拿 大陆也没有拿 台湾也没有拿 所以大家一起来协商 那现在大陆可能就是要 一个比较详细的这种 我们在术语上叫路径图 这个有点像欧盟 这个会员加入的谈判 你知道欧盟的加入国 它有一个谈判 入会谈判 这个入会谈判 通常有33到35个章节 这个章节是什么 你的土地政策 你的财税政策 你的外交政策 你的社会政策 但这个谈判的空间有多大 这个谈判我觉得会 我觉得就看双方 他将来我想丢出来 这个所谓方略 我觉得是会比较像这样子的东西 之前比较稍微具体一点 我刚刚讲一个是刘军川讲的 财政收入 还有一个是大陆海贼会副会长孙雅夫 他讲的 他说统一之后 台湾选举是照常进行 但是支持台独的政党跟人 就不能够参加 也就是说是香港模式 所以这两个是目前感觉上 比较明确的 所谓统一之后的安排 但当然您刚刚讲说 欧盟入会的时候的谈判 但是在苏起的分析当中 他觉得这个谈判的时代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就大陆恐怕未来 根本没有一个谈判的选项 其实我这点跟苏起 我认为是一种 新模式的谈判的开启 其实就是说 中国任何一个 任何的人 或者一个地方的人 最大的恐惧就是 不晓得未来是什么 人的最大恐惧 我不晓得未来是什么 所以你今天大陆今天谈 提出来一大堆一国两制 可是方方面面没有细节 没有谈到 所以大陆提出来的统一方案 对台湾人来讲 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然后从过去的历史经验 去幻想 去想这个未来的统一的话 那是比较负面恐惧居多 所以大陆我觉得 他们可能就是说 比较了解这个问题以后 就是说同意以后你不要怕 或者说同意以后你反而有力 那你的空口说白话的话 那很多问题你就要 你要先要把它讲清楚 你要讲清楚 那你来了以后 是不是要搞土地改革 你是不是要搞全民共赴 你的税收政策是什么 对不对 那你解放军到来 我现在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用我这本护照 有多少 有160几个国家免签证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要换护照 那很多东西方方面面 太多了 然后新台币 然后我的存款 我的银行法怎么说 我的资金的流动 我个人的资金流动怎么动 然后我如果曾经 跟民进党投过他票的话 我会不会受到牵连 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的话 都是很实际的 那么就是说 不明确只会造成恐惧 明确的话可能会发觉 你会发觉就是说 可能有讨论空间 那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大陆这个做法 如果照苏起这个讲法的话 那就是会比较 会规划到细节方面 有社会的 有文化的 有所谓的这些 经济方面的琢磨 因为大陆来讲的话 我就讲大陆要推动 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物质层面 你没有力量你免谈 真的是现在是这个情况 那另外一方面就说 这种心理层面的 也就是生活上面方方面面的 那你提出一个 什么一个方案 我今天我讲公司并购好 一定是谈细节 一定谈细节的 你谈任何的都谈细节 连婚姻都谈细节 但因为在这个统一的 这个选项当中 之前我们看到 这个当然大陆 大陆并没有放弃武统 就是说如果说 在这个台都势力 崛起或某些的情况之下 武统是选项之一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至少 这个大陆领导人口口声声 也都还是把和平统一 当作最高的一个宗旨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华南师范大学的 这位老师他也说 周志怀 周志怀 和平统一 什么样的和平统一呢 他觉得未来这个和平统一 就不是一种消极的和平 是一种积极的和平 那非和平的方式 也并没有拿掉 这是一个万不得已 最后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了 我们都不希望是一个非和平 我们都希望和平 那和平分成 消极和平跟积极和平 那消极和平 当然也许就是 尽量把冲突减到最低 但是按照我的方式 那积极的和平 可能就是像介老师讲的 就是说 我摊开一个一个一个的 希望争取人心 争取人心 做到大家都满意 做到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 在比较少选项之下 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对 你既然很多 你现在大陆是最主动的一方 在谈统一的话 那你计划要看 你到底要统一 那台湾人一定这样想说 统一对我有好处 我当然考虑 如果都是坏处的话 我就不会考虑 你讲好处 我们摄影师又说 人民币跟台币一比一 对 很多年轻人都这样讲 那甚至有说 你到时候要弄清楚 谁是赞成你 是反对你 不要好像通通不分 大家都受到损害 不过我觉得大陆现在 在这一方面 过去他曾经提出来 心灵气和 这个心灵气和 你诉诸民主感情 诉诸什么可以 可是你要到实际的层面去谈 那可是我看最近像这个 他们最近前两天 开这个中国中央对台工作会议 那汪洋讲话 汪洋是中国中央对台工作小组 副主任嘛 主任是习近平 副主任讲话了 副主任讲这话 还是对台湾人他只重视谁 很清楚 只重视台商台器 讲到台湾人只有台商台器 敌人是台独 台湾只有台商台器 其他不是台商台器 就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涵盖面 始终还停留在 对台湾人的期盼 是台湾人去搞 他还要去大陆去投资吗 你还要再搞招商引资吗 招商引资对台湾年轻人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好公司 什么都被人吸去了 我在台湾没有希望 你有没有想到 他负面那一面 那你如果说 今天你四点重点的话 我看了他四点重点 我说台湾人里面 只有两种人被你看到 第一个台独 你是台湾人 另外台湾人里面 只有台商跟台器的话 那你要知道 在台湾不是只有台商跟台器 对 当然 对 要去承受 去接受面对 你今天大陆所描绘的 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时候 那是全而有台湾人 都要面对的 不是只有台商台器 对 但介老师 我们谈两岸关系 这里面绝对就是 就是不是两岸 人民共同去思考去解决 就是美国的角色很重要 所以大陆也知道 台湾问题 从来不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再回到 我们今天一开始讲 所以最后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再问介老师 一个问题 就是说展望 因为2022年刚开年 虎年刚开年 所以虎年中美两国 都有很重要的事情 二十大跟十一月其中选举 所以你觉得这一年 中美台的关系会如何 三边关系 您做个预测 相对稳定 相对稳定 因为美国要年底的 这个其中选举后 它会定一个局 我认为美国会乱 因为会变成两雄相争 美国从来没有这个情况 美国军方都在警告 一个是拜登 一个是川普 两个势均力敌 然后拜登也有 川普化的倾向 两个都变成走极端 那美国是一个乱局 乱局对世界不好 美国通常乱的时候 都要在外面找敌人 对 会在外面搞事情 搞事情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今年是没问题 我认为是相对 相对稳定的一年 今年过以后很难说 那两岸的问题 不是只能看一年 必须要看十年 看一百年 对不对 要看二十年 所以这个一年对两岸 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 那你说长期的趋势 美国基本上 是会强烈反对统一的 那会出手来阻碍 阻碍不了的话 就把你这个房子 把你这边搞得一片活害 你们自己去烧杀吧 那是美国要做的 那就是说 对中国大来讲 当然二十大 秋天以后 那习近平的第三任要搞定 搞定以后 我觉得他这个今年 我今年特别讲调 说党中央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方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新方向 那这个新方向 我觉得会影响 以中国大陆的施政方向来 它这个定了以后 它未来五年 很长一段时间 要走这条路 所以我倒认为 它这个方略 它要更广阔的思维 那要考虑到就是说 不是只有共产党的这个自治 就是说 它自己的这个政策方略 它要考虑到 这个东西出来 对台湾的大部分人民 会得到什么样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 我常常就在讲说 大陆其实不知道 其实我看中台湾的 最近二十年的选举 我觉得有三个党在竞争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是民进党 还有一个是共产党 共产党只是没有派候选人 可是在每一个投票的 台湾的选民里面 它心里面都有一个 共产党的候选人 那这共产党的候选人 是影响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最后赢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今天大陆要看台湾的话 那你共产党政策 你必须要站在一个角度 一个视角就是说 我其实也在争取 台湾人民的认同 那你如果一切都要用 武力来解决的话 那今天就不要搞这个方略 那你就纯粹搞武力 最后不惜一战 那如果要避免战争的话 那你这个软的一手 文的部分 那么就很重要 这个方略就要很深思熟虑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指标 不是大力人民能接受 而是台湾人民 接受的程度有多少 台湾人民普遍的一个共识 能接受多少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指标 要不然的话你就纯高武力 那不过就是说 在两岸的问题上 我觉得 如今天能够让一个 异族异文化 这些异价值系统的人 他可以左右 两边中国人最后的 这个未来 那对中国人来讲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应该算是一种耻辱 我们有共同文化 共同血缘 共同的语言 那为什么不能创造共同未来呢 那你也不能说 今天问题都出在一方或哪一方 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有 所以这个 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苏起他 我认为他是看出来 这个端倪 可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今天大陆处理台湾问题 还是注重的 还是招商引直 我要稳定在大陆台商 我这个重点还是台商台器 然后那你就没有看到 整个台湾基层老百姓 或者不同阶层 不同地区背景老百姓 那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怎么提出一个 这个方案 不管不同年龄层 不同族群 不同什么 大家都觉得 这看起来好像 并没有什么坏处 可以讨论的 那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 如果不能够答到这个效果的话 只是说 这个方案一出来以后 这边民进党得到一大堆票 国民党就从此走入 那这个方案的话 我觉得 那么就不应该能够算说 是一个有效能的方案 一个方略 好 今天这个基拉 是跟我们上的课非常扎实 这个展望2022年 我想很多人对于 这个中美台三民关系 心中有很多的疑虑 尖阶老师从这个 我们看到从这个 国共分裂开始一路谈 谈到现在的最新的一些状况 还有分析 那这堂课呢 也请大家麻烦 帮忙分享连结出去 如果没有看完的话 也欢迎大家事后补课 那听基老师讲了那么多 我想这个最后 我们取下个新年心愿好了 很简单 和平两个字 和平 好 谢谢